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加坡菜 尝尝 肉骨肠 好吃吗 这 我是不是胡椒放多了 我再给你 不是不是不是 这也太香了吧 我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发传单吗 我是吸引了一波客流 但是我发现留不住他们 我仔细想了一下啊 我觉得得改变火锅店的菜品 没新鲜感 又吸引不了年轻人 虽然呢 我们火锅店的口味是不错 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 哼 我觉得 这个新加坡菜就不错 这个戴老师手艺这么好 要不要 敲敲我呀 我没听错吧 师父居然这么谦虚呀 我 那我考虑一下吧 我 我先去个洗手间 你是不是没煮饭呀 要不我点 行 怎么是你 不然呢 不是 我 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房间里 你 这不是刚才去洗手吗 然后路过嘉衡的房间 我就 这不是 这 就是嘉衡的房间啊 这很多东西都是嘉衡的呀 他就是住在这里 这个房间不属于他 那属于谁啊 那属于谁啊 直到看见你空气安静 陌生的感情熟悉的场景 这是 是 一直住在你心里的那个女孩 住过她吧 你愿意和我说说呢 你愿意和我说说呢 让你醒你 我需要 这跟你无关 什么 我说这跟你无关 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 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你在干什么 殷熙 封明 他们怎么了 沈总监 你觉得我们还有合作的必要吗 骆总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呀 恒星和于啸啸 是骆家恒在中间牵线搭桥的 所以呢 不会于啸啸到时候 职场失忆 情场得意吧 不会的 现在下步 是设计阶段 您是知道的 设计过程中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骆总 事成之后 我需要一笔钱 瑞塔 是吗 沈总监这点可以放心 我是不会差你钱的 上一次李智杰的事情虽然没有成功 我也把钱给你了 很快你就会收到短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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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夏布这种类似亚麻的材质 其穿着起来的纹理和褶皱 十分契合波西米亚风的 慵懒与神秘 这正是我们BORI 带给大家的成衣设计 下面由瑞克公司的余孝孝 说说她的方案 其余已推广夏布 来复兴传统文化这一点 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思路打开 因为夏布不仅仅可以做成衣服 还可以做成生活中的饰品 和生活用品 比如说 手环 耳环 抱枕 包包 收纳盒等等 但我们还是更想在成衣市场上 占领市场 当然 我们瑞克认为 BORI一直所坚持的开拓海外市场 也是必不可少的 文化复兴是没错 但是 一味地复制传统 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英格英格 要英雄传统 也要革新传统 革新 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历史因为革新才能尊重过去 才能创造未来 我们设计界也理应如此 谢谢 谢谢 请允许我说两句 我觉得两位设计师都各有所长 如果可以在下部项目中达成合作 国际化的服装 搭配传统的饰品 肯定可以燃起时代的热潮 一切顺利 放心吧老师 好了 好了 我宣布下部项目将由瑞克和鲍瑞 共同合作完成 您好 可以点餐了 谢谢 卡布奇诺要热的 加糖 原味拿铁要热的 加糖 风味拿铁要玫瑰和焦糖的 加糖 然后与湿拿铁要常温的 加糖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 仙界的事 你少管 加这么多糖 想要填死谁啊 就这些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快说戴益夕的事 她 应该是跟丰敏吵架了吧 吵架 就是说 从火锅店那次之后 又来 好像是应息进了我的房间 然后 加糖 你让别的女人 进你的房间 坦白存宽 不然 我要伤害你的小宝贝了 这么容易就吃醋了 我俩还一起上学呢 没完了是吧 我上谈了啊 我 好了好了 别闹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到家就看到丹益夕 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然后桌上有一堆 新加坡的菜 应该是她做的吧 好像是应息进了我的房间 我问封明 她什么也不说 不 那个房间 以前是封明前女友的吧 我记得我刚搬进去的时候 她也非常抗拒 您的咖啡 请慢用 谢谢 那个房间 以前是星星的 星星和你们两个是好朋友 嗯 我 封明 还有星星 然后呢 你还记得这个吗 还是你给我找回来的呢 蓝色的是蜂鸣 白色的是星星 红色的是我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星星就去世了 蜂鸣估计是想起以前的事了吧 其实蜂鸣也挺可怜的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来 我倒是挺希望 她能开始新的生活的 你打算怎么做 不行 我得撮合一下她俩 怎么撮合 叫她做些浪漫的事情 嗯 介绍些浪漫的地方给她去 嗯 或者是 我知道个地方 特别至于 夜景无敌好看 走 我带你去 是你自己想去吧 管那么多呢 走着 我 我们喝的还没上完呢 快点 戴总 进 戴总 自从下部出联名款的消息 放出到现在 已经有五家品牌 确定要跟我们合作了 其中这两家呢 他们的当家设计师跟您一样 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拿过奥福比赛的金奖 这些品牌的背景 你有调查吗 嗯 和新加坡有关系吗 带总 虽然戴家呢 在时尚行业深耕多年 不过这几家合作方 都是因为看过波瑞过往的作品 想要直接点名跟您合作的 行 我看一下 嗯 戴总 我们跟瑞克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呢 采购部这周 需要跟供应商下单面料 这个我们得去瑞克跟他们当面确定 应该是 瑞克负责国内的产品线 我们负责国际产品线 嗯 你说那个治愈的地方就是这里啊 对啊 封明每次不开心的时候 都会来这儿 对着江边大喊几句 或者喝罐啤酒哭一哭 我也是这样 心情就会好很多 你经常不开心吗 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还蛮幸运的 我好像遇到了一个 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人 嗯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真的吗 不许骗我啊 永远都不行 要不要现在喊一个 这 这里 嗯 直接喊吗 醒醒 你放心吧 我现在每天都超开心的 来 来嘛 说出你的心里话 我希望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来 什么嘛 年纪轻轻的许的什么愿啊 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的 守护你了 我说杨老板 你是真忙啊 约你喝烫酒真不容易 我是二十四小时待命 简称零零七 那些什么 十九六啊那些什么 让他们靠边站啊 对对对 都得靠边站 你就是那什么 零零七重庆分期 对不对 重庆分期 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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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发现没 这酒跟我上次给 给你带的不一样啊 嗯 不错 来呗 来呗 来来来 不开心啊 当然开心啊 那你刚才在想什么 我在想 这次瑞克和波尔一起合作 完成下部 我们该在哪儿办公呢 袁总一直不满意瑞克的打板师 所以之前瑞克的打板 都是交给外面的工艺商 去做的 相比之下 只有在波尔 才能更快地见到成一 那就去波尔啊 可是波尔 你怕见到卢申 我不会吃醋的 我相信你 不如这样吧 你们可以去恒星的工作室做呀 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跟应希好好的合作 而且 也不会争来争去的 设计好了 直接在那打板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但是 恒星会同意吗 会啊 肯定同意 他 他不是出差吗 他的工作室也是空着的 最多 我跟他的助理再喝一顿 肯定可以的 谁家男朋友啊 这么靠谱 那我给你备新酒药 爸 都几点了 还不回来睡觉 明天早晨不用上班呢 哎呀 爸 干吗呀 咱家又没门禁 打住啊 撒娇不好使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门禁 我走了 要不 上去喝杯水 走 你跟来干吗呀 爸 他 我 没干吗 那我先走了 晚安 余叔叔 等等 把门给我带上 上来吧 回来吧 时间整理 我来衣服 像我来衣服 果然是你 骆驾恒 我告诉你 玉笑笑 你跟谁谈恋爱 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别老是让我撞见 好不好啊 怎么了这事 发这么大火 我先回房间了 怎么了 于老头 你说这个骆驾恒 要工作没工作 要担当没担当 你妹妹 她喜欢她什么呀这是 你黄瓜可以随便吃 你话可不能乱讲 人家怎么没担当了 你崇叔叔亲口告诉我的 说这个骆驾恒 一直跟那个戴应熙 不清不楚的 谣言啊 绝对的谣言 戴应熙和骆驾恒之发小 要喜欢早就在一起了 非要等到今天吗 再说骆驾恒那小的人不错 笑笑最近啊 接了公司的几个项目 多亏了骆驾恒的帮忙 我们家笑笑 还有他帮啊 带总的意思是 我们负责国内的产品线 宝瑞负责联名国际产品线 是吗 没错 好 就这么定了 那为了加快我们成衣面试 暂时就让余笑笑来我们宝瑞工作吧 我们的打板师相对比较配合 我们的打板师也很配合 毕竟笑笑是瑞克的人 老待在波瑞不合适吧 那袁总的意思是 让我来瑞克上班咯 那我们倒是很欢迎啊 这样吧 我们可以去恒星工作室 那里最近空着 而且安静 适合闭门创作 这个提议倒是不错 嗯 您觉得呢 但是恒星那边方便吗 应该没问题 我会随时跟进进度的 行 那就是没什么别的事 咱们今天就散会 行 您先忙 好 怎么样 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一样 我们公司咖啡特别好喝 的确 晓晓 嗯 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你说 你说 我们要不要合作一次 我们不是已经在合作了吗 不是公司之间的合作 我是说 我们俩共同设计一款成衣 不流入市场 只当切磋 这样子 就没有人来干涉我们创作了 太好了 我其实从蜜亚的时候 就想过这件事了 那说定了啊 还有件事 我要替风鸣谢谢您 她受伤的时候 你好心照顾她 我看得出来的 她自从认识你以后 整个人开朗了很多 我都替她开心 她要是有什么 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告诉我 我让她给你道歉 谢谢你啊 不过不用了 就像你说的 她心里一直有个放不下的人 她那是 而且 我们俩做朋友 其实挺好的 毕竟现在下部这么忙 我就不想这些了 女人嘛 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事业 对不对 好吧 那笑笑我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好 袁总 这是前三个季度 瑞克的财务报表 由于咱们公司 经历了蜜亚绣场 和李治洁的事情之后呢 瑞克的声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仅造成了囤货堆积 很多老客户呢 也选择了提前和我们 这些我都知道 这个应收账款怎么差这么多 对 所以咱们公司财务一直在催 你也帮忙催一下 好 这个报表的数据不太好看 你让财务重新做一份 再给我看 好 袁总 这样做风险很大的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咱们不敢想象的 能出什么事 这个只是暂时的 公司过渡一下 你要相信 咱们一定能扛过去 是吗 对 那我就照您说的做 你再也不吃 你再不吃 本小姐就要吃完了 你个臭猪子 我明明是来看你的 快给本小姐撑死了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放完赶紧走 我这不是来看看老朋友吗 看你受伤给你回回血 来 来 你不就喜欢吃这些垃圾食品吗 光竖着掌不横着掌 你别 行了啊 算你有良心 行了吧 听说 你受伤 带一袭来看你了 还给你做了新加坡菜 好吃吧 还挺好吃的 不是 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觉得吧 人家戴一袭对你挺好的 你干嘛总有人家生气 你是不是天生就一副苦瓜脸啊 而且 不是你让人家来照顾你的吗 干嘛 可要吕洞宾啊 放下吧 在下部的时候 我都给你铺垫好了 他现在已经知道你对星星的感情了 正 正好从侧面说明了你是一个专业的男人 哎呀好男人就是你 你就是程丰鸣 等等 你干嘛跟他说星星的事 我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我能说什么 我就实话实说了 而且 你自从星星走了以后 就一直这么散 你为什么不愿意走出来呢 以后 你要是闲得没事干 你就 你就吃你的垃圾食品 别再提醒醒了 说实话 说实话 你跟应希 怎么了 没怎么 那 你们现在算什么 不是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 你们俩现在算恋人还是算朋友 我也不知道 我 我 挺希望你能走出来的 希望你能幸福 星星 也一定是这么想的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